不是几千万的爱国者导弹买不起 而是中国激光武器更具性价比还是新能源的 知道自家兵力打仗不行 沙特就花了重金 从美国手里买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虽然高达50多亿美元 但对沙特来说不算事 毕竟沙特啥都缺就是不缺钱 不过拿到火沙特傻眼了 怎么只有防御系统没用后爱国者导弹呢 美国表示50多亿只购买系统 想要导弹还得加钱 无语的沙特只能继续掏钱购买导弹 毕竟已经花了50多亿不买导弹 前期投资的钱不就打水漂了 如此一来 里里外外沙特为了防御花了足有上百亿美元 但是花了这么多钱 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导弹 却没有我国提供的价值低廉的激光武器表现的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激光武器很多人都不陌生 毕竟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不但威力达 而且是指哪打哪 但是要说激光武器用在实战 而且还是由我国生产的估计 很多人都不相信了 但这就是事实 两年前沙特从我国购买了一套激光武器 一次性击落了13架无人机 中国激光武器在沙特可谓是一战成名 一套无人机犹如拍舱一样简单 无人机在俄战场可谓是大战神威 不管是在俄罗斯手中还是在乌克兰手中 都给对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战争前期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不断袭击 俄罗斯的主战坦克取得了惊人战果 使人没有想到最终挡住俄罗斯桑铁洪流的 居然是不起眼的无人机 可以说主战坦克自问是 以来在战场上的生存就受到了极大挑战 没办法是让坦克血后杀伤力强 于是快点消灭坦克减少伤亡 战方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对付坦克 小到单兵抗反坦克导弹 大到武装直升机携带的反坦克导弹等等 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导弹与穿甲弹曾是毁灭坦克的主要杀手 但是现在变了坦克杀手变成了无人机 往面对导弹的威胁主战坦克选择增后正面装甲防护能力 但是无人机的方式却变了 它可以在空中悬停 等到合适角度后直接攻击坦克的顶部 可以说战争初期因为无人机的加入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地面装甲部队吃足了苦头 后期俄罗斯也开始借助无人机发动反攻 俄罗斯使用伊朗生产的沙西德136无人机 密集出动袭击乌克兰 摧毁了众多能源设施与军事基地 乌克兰为了拦截这些无人机 可谓是用尽了手段 想尽了一切办法 就连对付战斗机的高射炮都搬了出来 虽然火力强大 但是很可惜效果一半 评文以色列打算援助乌克兰铁裙防御系统 作为饱受空气的国家 以色列在防御火箭弹无人机等方面具有丰厚的经验 基于此完善的铁裙防御系统 自然能够增强乌克兰的反无人机能力 虽然现阶段乌克兰没有较好的办法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 但是同样的 俄罗斯也没有极好的办法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 乌克兰根据苏联时期研发的无人机 改造了一款名为图141羽焰无人机 续航超过了600公里 通过这款无人机 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 韩国的遭遇也和俄罗斯乌克兰相同 只不过它表现得更加丢妙 朝鲜曾发射了数架无人机到韩国领空 韩国紧急出动战斗机拦截 但是结果非但没有成功拦截无人机 自家的FA-1轻型攻击机还坠毁了一架 总和来说因为无人机体积小成本低 速度快雷达难以捕捉 不管是用导弹还是无人机进行拦截 不但成本居高不下 拦截成功率也非常低 欧国战场上就有个现成的例子 一架米格29战斗机拦截沙西德无人机 结果最终的结果是拦截成功 但是米格29被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了最终坠毁 要知道米格29的价格比沙西德无人机贵得多 这份买卖极为不划算 如果觉得战斗机不划算选择用导弹 虽然价格降下来了 但是拦截率却没有提上去 沙特在购买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后 有一次胡塞武装向沙特的炼油厂等设施 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 但是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却没有察觉 导致损失惨重 原因就在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比较小 防御系统的雷达难以识别和锁定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迫切需要一款新的拦截武器 我国的激光武器就出现了 也就是沙特购买的激光武器 名为逆境狩猎者激光防空武器 听到这个名字 估计会有人觉得 不像是国产武器的命名 比如战斗机是尖系列 直升机是直系列 轰炸机是轰系列 海军使用的舰艇 比如055型导弹驱逐舰 或者航母 都是以省市等行政单位命名 即便是火箭军的导弹系列 也是东风巨浪鹰姬等 这些名字虽然简单 但听起来霸气十足 反观寂静狩猎者 有些西方国家命名的感觉 事实上寂静狩猎者激光武器 确实是国产武器 由我国保力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对外出口的 低空激光武器防御系统 何尝规防御武器相比 寂静狩猎者优点很多 低点成本地 相比像爱国者导弹或者铁穹防御系统 需要大量的导弹弹药 导致成本有些高 寂静狩猎者这款激光武器 因为采用的是电力 所以发射的成本主要是负担电费 成本最低可达1美元 对于有钱的沙特来说 一天24小时全开 也没有导弹防御系统花得多 第二点威力大 虽然寂静狩猎者成本低 但是火力却很强大 它拥有4个激光发射功率 分别5000瓦 10千瓦 20千瓦 30千瓦 有效射程也从200米逐步提升到4000米 800开外的距离 它能击穿5层2毫米厚的钢板组成的防御网 1000开外 它能击穿5毫米厚的钢板 以这个火力保守来说 只要来袭者尺寸不过2米 速度不超每秒60米 寂静狩猎者都能拦截成功 第三点高机动性 寂静狩猎者有两种部署模式 分别是机动式和固定式 或者就是爱国者导弹 或者铁穹防御系统采用的模式 如果采用机动式的话 它既能包围成式 也能进行野战防御 这是传统导弹防御系统不具备的优势 第四点高自动化 激进狩猎者可以快速识别目标 快速响应快速消灭 从发现到锁定再到消灭 几乎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 而且可以在不同目标中快速切换火力强度 以此来应对拦截不同的空中来袭目标 综合来说 寂静狩猎者一经推出就吸引了沙特的关注 沙特对它表现了极强的兴趣 果不其然没多久 沙特就购买了寂静狩猎者 沙特身处的中东地区生存环境 虽然没有以色列那般恶劣 但是处境也不太妙 从资源商来说虽然沙特庞大的国土多是沙漠 但是也带来了丰富的油气资源 尤其是石油产量堪称全球顶尖 通过出口石油沙特获得了海量的财富 但是问题就来了 首先在阿拉伯阵营中沙特和伊朗属于对头 彼此都想颠覆对方 但是沙特钱多战斗力却不强 而且还是皇室统治国家 当初若不是通过石油和美国合作 沙特皇室无法继续管理沙特 另外在沙特周围 有着众多与沙特不对付的实力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 这支背后有伊朗支持的武装 曾和沙特打了好几回 直白来讲 沙特在中东的处境 就像一个没有战斗力的书生 坐拥金山 却被一群士兵包围 那么为了保护自己 沙特就想办法购买强大的武器武装自己 当然了武器越强价格越贵 不过这对沙特来说不是问题 毕竟他钱多 而地表最强武器生产商无疑是美国 于是从上世纪开始 沙特就成了美国军工的最大客户 而沙特也仗着有钱 从让自家军队成了地表先进武器的集中地 比如沙特陆军使用的主战坦克 基本都是美式最先进的M1A2主战坦克 以及M2步兵战车 不光先进数量还非常多 除了坦克和步兵战车之外 沙特还购买了大量防地雷伏击车 以及全地形车辆 因为沙特地形不好 所以他也极为看重后勤补给问题 沙特解决补给的方法非常简单粗暴 直接全套购买美军的补给体系 甚至有些补给车辆沙特军队使用的配置 比美军自己家用的还要好 至于轻型武器 比如手枪狙击步枪突击步枪更不用说了 欧美主要流行的武器 如科尔特M4巴雷特M82A1等世界名枪 都能在沙特军队中看到 陆军尚且如此好后 更加注重科技的空军和海军 自然也是不甘多后 毕竟科技含量越高价格也更贵 但是沙特不在乎 沙特空军主力是近200多架的F15战斗机 其他的飞机更是应有尽有 美国甚至专门为沙特退出战斗机 特赤款论性能远超其他机型 整体来说为了加强军队战斗力 沙特不惜花费海量美元 但是结果却是悲惨的 基于武器装备的纸面实力来看 沙特就算无法和美国比肩 也是位居全球前十的存在 但是在和胡塞武装一交手 沙特的美式装备散落一地 溃不成价 要知道当时的胡塞武装缺衣少量 别说美式装备了 就连枪型统一都无法做到 号称拖鞋军 但是就是这样的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沙特 而胡塞武装也从拖鞋军 变成了装备了欧美先进武器的正规矩 眼见自家少野兵打不过 沙特也开始转变自路 先是购买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又从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不管是哪个导弹 在无人机越来越小 越来越快的空袭下 都没有多大的作用 这时候看到寂静狩猎者激光武器 沙特笑了立马花钱买入 事实证明沙特再一次捡到了宝 我国没有让他失望 懂我 你尝试